Hello,我是Austin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99课纲的专辑分析 对于99课纲在英文科的里面 它新增了一个新的学习的目标 它叫做逻辑思考判断与创造力 逻辑思考判断与创造力 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英文 OK,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99课纲英文考科大考中心所公布的测验目标 那这个测验目标呢,一共有八个 那我们只讲其中的几个重要的 重要的在这次99课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所谓的重要呢 就是在这次102年考试中 学测跟指考有考出来的一些目标 首先第一个 评浪考生对高中常用词词词汇的构词语意 搭配词的了解与运用能力 那这个其实在之前的考古题中 就已经有发现都会这样走在单字题中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具备这一个第一点的能力的话 不妨你下次背单字的时候 就拿例句来背 你就看例句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字啊 它的搭配词 还有它前后会要怎么样用 OK,这样就可以 有这个第一点的 学习的目标的能力了 对,你就有第一点的能力了 OK,好,再看第二个 评浪考生能参着上下文艺发展 掌握各类词汇 具法及篇章结构应用能力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99课纲里面 在这次考试中很长考到的梗哦 就是你必须要去参着上下文字 才可以上下文艺 才可以写出它的答案 才可以选出它的答案 等一下我们会有例题 让大家来做做看 你就可以有发现 诶,这个是 真的有考到的 那到底要怎么准备 这也是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的 呃,我先讲 我们S2S Project的所有成员呢 都是102年 99课纲第一节 那99课纲第一节呢 我们是真的就是读 然后读了 也面对 也坐在考场上面对那份考卷的感觉 我们都有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心中会有非常多想法 想要跟你们分享 包括有一些东西 其实可以不用准备那么多 有些东西呢 可能要比较 常常去准备那一边 要有feel的 那等一下我们都跟你分享 好不好 再来看第三 评量考生能依据篇章段落的文艺发展 掌握实词词汇 那这个呢 其实上次都有 我们就这样看过去就好了 来四 也是哦 第五点呢 叫评量考生能综合运用词汇 惯用语 语义语法语用的知识 了解整篇或局部文艺 并且加以分析与推理的能力 好那这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分析与推理 分析与推理呢 是逻辑英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 那这也是这次考试中 包括在综合测验 包括在阅读测验里面 都非常非常爱考的梗 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告诉你怎么准备哦 来第六 第六呢就是英文作文 第七也是英文作文 这个都很简单了 这个也不用你讲 也知道你要会啊 第八呢 就是评量考生逻辑思考与判断能力 你发现他写得非常模糊 那他到底在讲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有题目来看 那再来就是我们 针对新增的东西来讲一下 他说逻辑思考与判断能力的指标 当然他会讲说之前的考古 都已经涵盖了这个指标了 这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下面这几点 全部都是之前的 那你也不用看了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题目好不好 好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题目示范的逻辑英文 首先先看102年学测 等一下看题目的时候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坐 我会给大家大概十秒的时间判断 因为时间应该也没有那么多 十秒时间哦 好我们来看102年学测 If the number being called is in the same area as the number making the call an area of code usually doesn't need to be dialed the local number must always be dialed in this entirety a in fact b to illustrate c at the same time d on the other hand 好如果你觉得时间还没有办法应付10秒钟 没关系看看站住 真的因为考试的时候当然会超过10秒钟的时间让你准备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可能没那么多 好我们来看哦 abc珠的选项其实都蛮简单的 你有没有发现 重点是 你要真的知道他的文艺在讲什么 ok 所以不会是只是像考试段考 好像是a一定就 哦这次段考教的 那所以答案就是a 或者说这个abc珠啊 你会发现bc珠都很扯 那答案就是a 不会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答案叫什么 答案是珠 on the other hand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说 在当地的电话 如果他要打到 就是当地的播化者 跟当地的接化者 他们是在同一个区域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他的区域嘛 通常是不用被打的 那但是他后面又讲到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local number 叫做在当地的电话 叫做local number so it the local number 他又在讲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新的东西呢 他是必须要所有的号码都必须要拨打的 所以他前面说通常不用 那后面又说通常也要 也就是说他是在讲 对另外一件事情 叫on the other hand 所以当然选猪哦 OK 这样子OK吗 好我们来看20 In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area code generally determines the 什么 of a call Calls within the area code and open the small group of neighboring area codes are normally charged at a lower rate than outside area code a.cost b.format c.quality d.distance 好 abc中你发现呢 如果你只看 我用荧光笔鞋 如果你只看前面的话 如果你只看前面 你发现abc中你把它填进去 其实都讲得通 对不对 你要讲都讲得通 你发现到 其实你要讲都讲得通 但是 很重要的是你夏文没看 夏文在讲的东西 如果你一看了之后 你应该可以非常准确的学书答案来 夏文他在讲的说 他重点是在这里啦 Charge at a lower rate 他说通常呢 在当地的电话打电话 或者当地临近的区域打电话的话 通常被所费的费用 都会比 在 这个area code 外以外的这些区域 都还要来得便宜 那很多人就会写租了 叫distance 可能是因为你夏文没有看清楚 重点是钱吧 OK 重点是 这个area code 他会大致上去决定 这个电话的费用啊 对不对 而不是这个电话的距离啊 他所决定的应该是这个电话的费用吧 因为他后面夏文都在讲费用 他说这一块里面呢 在当地的话 在这个同样的area code 或者是在临近的area code里面 他会有比较低的费率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的是A OK 所以诸权像真的很多人会选哦 可能是因为你上下文没有看清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支 102年直考考题 Another discovery about fish sound is that not all fish are talkative Some species talk a lot while others don't A. Merely B. Equally C. Officially D. Favorably 这一题虽然是直考考题 但是它蛮简单的哦 虽然说英文是分A B版 然后说B版是比较难 但是它包括了A版 也就是说直考是考B版 因为它包括了A版 呃但是呢 其实它很多东西都其实 是是你应该就会有的利息的 来看后面这句话 你就可以发现它很简单了 Some species talk a lot while all the stones 有一些呢 鱼的种类呢 是很爱讲话 啊 但是呢 其他的那些呢 就相对来说 其他的呢 却不喜欢那么讲 不喜欢讲话 所以呢 它是在告诉你 前面这个呢 它说不是所有鱼的声音啊 不是所有鱼都是同样的那么talkative的 talkative呢 就是很爱讲话的 叫talkative 所以不是所有鱼都是那么爱讲话 那一答案 答案就是B楼 不是所有鱼都同样的那么爱讲话 所以答案选B OK 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四 The garnet species has a wide vocal repertoire and keeps up a constant chatter Cought fish usually keep silent Except when they are laying eggs A by all means B for example C as a result D on the other hand OK ABC珠其实都蛮简单的 当你是高二生 也就是现在高二生 你ABC珠应该是都要有fuel的 不要有fuel也 就是没有很精准也要有fuel啦 那A选上by all means 很多人会跟by no means搞错 你要自己想清楚 那这个在字典里面记得 你是要查meens哦 不是meens哦 是meens 因为meens跟meen不一样 有加s跟不加s 它是两个玩弯全是不同的意思 好 这个我就先讲 那今天可能没有时间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这一题答案是 D on the other hand 那因为它一开始讲说 The Garnet Species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谁知道 其实它就是一个翅膀很大的一种 好 那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声音的 这个也应该不想让你知道它的答案 它的意思是什么啦 Rapporteur呢 就叫做 比如说你是一个show performer 你是一个表演家 那你今天晚上所有的节目就叫rapporteur 如果你今天是一台电脑好了 你有好多种音效 那你所有的音效就叫做rapporteur 那这个呢叫vocal repertoire 就是你声音呢 有非常多音频 叫做vocal repertoire 然后它呢 或者end 它又说end哦 keeps up a constant chatter 这个就看得懂了吧 是一个非常持续性的chatter 叫唠叨的 呃 补充一下好了 如果我要说一个人啊 好吵 一直爱讲话呢 像我 我们就会讲它是chatterbox ok chatterbox 好 那 calfish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 它确是跟你讲说 它呢 常常都是很安静的 诶 它前面讲的这种鱼很吵哦 但是这种鱼里面呢 又有一只鱼呢 它很安静 哦 那这个是什么 当然就是在讲说 诶 另外一个方面 在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个方面呢 这个calfish呢 是很安静的 好 那很多人会选到b哦 for example 可能是因为你被之前考古题误导了 因为之前考古题呢 讲到一个日本的东西 日本人的那个日本学者研究那个面部特征之类的 那个答案是for example 但是呢 那个时候是因为前面的statement跟后面我所要讲的东西 它是可以前后呼应的 一ично 那这样子 当然就是举个例子 比较 呃 呃 比较鲜 浅显一终的例子 来让你看到这个前面的statement 是对的 那当然你for example 你要写的东西是跟上面有关系 啊 attempt D 你現在跟上面是完全沒有相關 下面跟你講說他很吵 但下面又突然跟你講說他很安靜 那當然他是 on the other hand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下一題 之後我就開始加速囉 因為之後介系詞啊代名詞 等下看到介系詞 看到代名詞 其實他都是蠻直接是用Fue就可以看到的 為什麼要用Fue呢 等下看就知道了 來 102.0 這個應該可以很快解釋答案 因為很多人背過了 介系詞呢很多人用背的 但是我覺得介系詞是用 你應該是要知道每一個介系詞 它所代表的意義 然後你呢針對上下文 你就可以推出這個介系詞是什麼 像這一題就是這樣 什麼叫答案先給你 答案是 D 是In 什麼叫In呢 In叫在什麼的範圍中 而這範圍不一定是有形的 它也可以是無形的 它也可以是無形的 包括時間 時間也有在用In 那時間用In的概念你就可以其實很清楚了 它到底是加長時間還是什麼短時間 這個都是國中老師講過的內容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常常在考試的時候 看到這些考試寫詞的題目 你把它自己統整出一個你自己的中心思想 當你看到任何題目的時候 你就要拿出這個中心思想來用 你就會發現呢 欸你慢慢的改 慢慢的改 當然第二題可能錯了 再做第三題 錯了改了改了之後 好多題之後 你發現你每一題 利用你自己的想法 都會是對的 那這個想法你就用 如果我之後有時間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想法 我會畫圖來看 我會畫圖來看 你可能覺得有點 就不可思議 但是其實畫圖是國小就教過的 你會發現國小的東西其實可以用很久 對你要擴展他的視野 你知道嗎 好我們看102年紙卡 In recent years the postal service has suffere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losses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好那這一題我也不想學校了 我直接告訴你答案 答案是B 答案是with 好 這是指考題 你可能現在還不想做 沒關係我直接帶你去看 In recent years 在近年 他說 postal service has suffere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losses 在郵政部門的時候 郵政的服務 其實他一直是在虧損 為什麼呢 因為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是慢慢增加的使用量 電腦 電腦的使用 網路的使用量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前後 它是兩個系統的 如果今天ABC住沒有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是因果關係 但是你看到ABC住它是介系詞 表示你要做連接 那這個前面這個系統跟後面這個系統 我兩個系統要做連接 要有個bond 那怎麼用 當然就是用with 用with 因為它是兩個系統的做連接 譬如說equipped with 配備的 我應該聽得懂 一個人我配備的是一個槍 人跟槍是兩個系統 當我兩個要做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用with 這個東西跟動詞也有一點相關 可是你可以講說 這樣子來看好了 有些用動詞看是在這 叫suffered with 叫suffered with suffered with 就是我因為什麼而很suffer 而很痛苦 所以答案可以直接選b 但是如果你用推的 像我用剛才的概念 其實你也可以很快解讀答案來 ok 所以 用概念 其實有很多文法 你好像用被的 其實它背後都是有 都是有因素的 它都是有一套想法在的 還是同樣的講法啦 你要用外國人的想法來想 外國人不可能用被的吧 ok 好 就像你中文你也比較不會用被的 對不對 你就直接講 ok 好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是代名詞 1029學測 這個是閱讀測驗 我就不念囉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自己趕快看 如果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最好是按個暫停啦 ok 最好是按個暫停 好 那我就直接講囉 ok 夜其實是一個虛組詞 但是它是有代名詞的意義 那它是代替了什麼名詞 你就要往回找了 往回去找 所以往回找 你發現了 其實是我把這一題四十二題要用的東西 把它複製貼上而已啦 它前面還有一場段 所以你要找 你就是要有能力找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希望大家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多做閱讀測驗 等一下我們會講 so what does it in the third paragraph refer to 在第三段的夜程呢 它在講什麼呢 其實它在講的是前面 它說 it what is a lifesaver for the Swiss knife makers 它對於這個瑞士的製造廠呢 這是一個救星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是它的救星呢 在上面找 原來是瑞士的將軍去決定 必須要分發給每一個soldier 每一個士兵呢 都有一個標準的刀子 而這個刀子可以呢 當作一個螺絲起枝 也可以當作一個開關器 那這個東西對於瑞士的製造者 它就是一個lifesaver 是一個救星了 所以答案選的是A選項 OK A選項 你發現它換個講法講了 但是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看下一題 開題呢 就真的就是考代名詞了 一百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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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沒什麼時間我們繼續看啊 這個that呢 是什麼 它叫指示代名詞 代名詞 代名詞一共有幾個 包括人稱代名詞 包括指示代名詞 包括不定代名詞 包括關係代名詞 而關係代名詞 就是你國中講的官代用法 OK 就是國中講的官代用法 人稱代名詞也是你自己學過的 所以你現在大概沒有學過的 應該就是不定代名詞跟指示代名詞 那指示代名詞有四個 分別是近的跟遠的 叫this跟that 還有these跟those OK 這個我就不寫了 因為今天沒什麼時間 總之 這個到底在代替什麼 你要往上看 往回看 你發現呢 它其實在講說 spaceships to be trapped in a beam of light 它是可以被光呢 所纏住的 像是太空船 然後任何一個物體 都可以被光所纏住 好 那所以答案選的是 豬 豬選項只換個方法講 還是一樣啊 他說capture 被抓住嘛 對不對 他只是換個這樣方法講而已 好 那繼續 繼續呢 除了這些豬手課剛所新增的 學習指標 所產生的一些題目之外呢 當然還有一些 你平常在段考中 還有在小考中 就會遇到的一些考試重點 包括十一動詞 包括unless用法 包括一些分詞的主被動 我們都帶你來一起看啊 102女學生我就不唸了 重點是 你慢慢看喔 你可以按暫停喔 in which he 什麼children do tasks such as 你發現呢 這個he是主詞 這個children是受詞 這裡的do呢 去做某件事情 這個是原型動詞 你發現呢 它是十一動詞的用法 十一動詞有三個 叫have make跟let ok 這是上次就考過的內容 上次我們就教過的內容 上次我們就教過的內容 而且我們上次還是教完整版的 對不對 那這個還是最基礎的喔 所以當然選A 這學生到底難不難其實還好 你只要把握到一些基本 你一定要會的東西就好了 來我們看102年指考 102年指考就有一點點難囉 它是unless用法 嗯 你看 按個暫停喔 你看完喔 好那我直接講喔 這裡unless 填進去 我直接告訴你 答案是unless unless填進去叫做否則 ok 如果他們沒有被這個國會呢 所拒絕去做這 去 去禁止去做這件事的話 那這樣子這個郵政局 它呢就會第一次 就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會去送信 所以它平常都是每一天都會送信 它現在只會星期一到星期五去送信 如果這個國會沒有 如果沒有拒絕的話 那他們就會這樣做 這是unless用法 很多人會把它翻成否則 會有一點難辦 那我教你怎麼看喔 我這樣看 好看著我喔 or beaten to do so by the congress 這個豆點前啊 我叫它是一個條件 如果今天出現unless 因為unless有否定的用法 也就是說這個條件 如果它今天不成立 那這樣子豆點之後的這個主要句啊 它就會成立 所以你用這樣子來看 你會很簡單 你發現叫做 呃這個國會呢 他去拒絕他們去這個禁止 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條件是不成立的話 那這樣子後面呢 他們就會第一次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才送信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會很清楚喔 所以你用框框來背 在unless所接上的這個東西 就叫條件句 unless後面的這個動詞以後 就叫做它的主要句 那條件句 XX 主要句就會成立 OK 好這個就是unless的用法 那unless可不可以 它是可以改成if的 對 它是可以把它改成if的 那它到底怎麼改 之後再講 這是你們高二的內容喔 所以其實學測考這個也不為過吧 OK 好下一個 下一個呢就是分詞主被動 就是好多年都會考的一個分詞主被動 那分詞主被動 那分詞主被動 真的可以考很多 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老實會告訴你說 喔ing就主動啊 這個一定就被動啊 其實這個大家都會喔 重點是你到底知不知道它是主動 還是被動比較重要 那這個呢你就要看說 這個東西start自己本身的用法了 是這件事情主動它去開始的 OK 所以這邊選的應該答案是C喔 OK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你真的是應該要按個暫停 自己寫寫看 我們可能真的沒有時間 喔 帶你一起看了 好 講到這邊呢 你大概有一個結論 我們也幫你統整出來一個結論了 對於99課綱你所要準備的東西 就是在之前的一些固有的內容 你斷考的內容 你所有把握之後呢 當你想要在考場中 你還不要那麼緊張 可以很聰龍去面對一件考軍 而拿到一個高分的話 我們建議呢 你可以在平常的時候 你就多多閱讀 OK 你就多閱讀 針對99課綱 第一個 你就多閱讀就好了 那多閱讀 你不可能就是一直看書吧 你自己心裡也會這樣想 啊怎麼辦 書那麼多誰要看啊 翻這個書 一本都要翻那麼久 尤其是小說對不對 教你一個方法 你可以寫閱讀測驗啦 寫閱讀測驗 好 那我告訴你 寫閱讀測驗不是 像有一些人這樣子叫你寫 有些人會怎麼這樣叫你寫呢 他說哦 閱讀測驗下面的有五題 一二三四五 通常第一題 在問這個標題應該要定什麼 第二題在第一段 第三題在第二段 第四題在第三段 最後一個結論呢 就是最後一題 高學員說這整篇在講什麼 這個方法呢 你在一般請標使用好不好 因為這對你沒有幫助 閱讀測驗你就是要全部看完 我覺得 我們覺得啦 你就是要全部看完 全部看完 理解之後再做答案 這個題目真的不重要 重點是你要培養出你的閱讀能力 還有推理的能力 所以最好最好的是 寫閱讀測驗之外 你要做大綱 什麼叫做大綱 當你在閱讀任何一個文章的時候 你如果可以把它寫出一個大綱 自己寫第一段在寫什麼 第二段在寫什麼 第三段在寫什麼 結論在寫什麼 每一個大綱寫出來 以自己的方法把它講出來 這樣子 面對閱讀測驗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OK 因為它其實很常都是換個方式講 對不對 剛才題目都已經看過 它很常很常都是換個方式講而已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呃 Sorry 那再來我們額外看一下作文方面 好了 在作文方面要怎麼樣訓練呢 多寫啦 我們覺得就是多寫 但我們常常討論 我們討論出一個 最有可能的寫作方法 就是一週寫一篇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一週寫一篇的話 沒關係 你就斟酌自己 你覺得什麼時候可以寫 什麼時候不可以寫 你就寫吧 你什麼時候想要寫多一點 你就自己寫吧 好 雖然說很多人可能覺得這樣很累 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一定要多寫啦 因為在多寫的時候 你給老師改 還有你一定要給老師改喔 這很重要 你要改喔 沒有改 你是自於於人而已 好不好 然後呢 你要多寫 多寫的時候呢 你最好是準備一個小冊子 那為什麼要準備小冊子呢 因為在老師改完之後 他一定會跟你說 哪一個地方寫的比較好 哪一個地方寫不好 你就在小冊子裡面寫的家具 你就把你自己寫出來的家具 因為有些人 有時候啊 你不覺得你寫出來的時候 突然很順 因為改完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那個時候的我是誰啊 對不對 好像很厲害對不對 然後就覺得好厲害喔 但是 那就是家具啊 所以你把它寫起來 你以後就可以用 不要你這次寫了 下次不會寫 那你上次那邊作文 也沒什麼用了吧 OK 好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呃 第二個呢 那就是當你在看很多家座作文的時候 如果你有去上網看一下家座的作文 大考中心所公佈的話 你會發現到那十幾篇呢 都有具備一個元素叫幽默 我也不知道 這個好像還蠻受評審青睞的喔 那幽默大概用什麼樣的方法 我可以推薦你喔 用as if as so的用法 這個東西會在哪裡教 這個東西會在if的假設語系中 裡面會教 那這個東西呢 主要是你要清楚啊 前後的時代是不是一致啊 這個我就不講了 你應該都知道齁 這叫比喻用法 呃 你可以比喻說他 譬如啦 假設你在寫作文的時候 你寫到一個小孩子在跑酷 你可以說哇 他跑得就像一個奔騰的野馬 在草原中什麼什麼 遲成遍野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好 那如果今天大考的時候 公佈了一個颱風來 你說喔 這颱風飛快的 像一隻飛馬在那個討論上的騎乘 對不對 還可以講得好像他很爽 那你不覺得這樣就很好玩嗎 對不對 這樣就很有想法啊 評審一定那個評語就會寫說 欸你好像很有想法這樣子 很值得鼓勵這種的寫法 這就是幽默的寫法 OK 好 那這個都是我們自己的看法啦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自己有一個很固定的寫法 或者是你覺得很愉快的寫法 或者是你覺得很愉快的寫法 你就這樣照你自己的寫 沒關係 第三個呢 就是在大考中公佈的東西 他比較希望大家寫的是繼續文 他希望你們呢 可以練繼續文 所以不要亂練文體齁 繼續練多一點 其他當然也要練 我們可以講學測在這一年跟去年都是看圖寫作文 在今年跟去年的指考都是第一段叫你寫什麼 第二段叫你寫什麼 非常生活化的文章 那你都可以練練看這種題材 OK 好 那當然誰也不知道下一次會出什麼嘛 對不對 都練就好 都準備到 不是最好嗎 OK 好 那我只能跟你講 這三點如果真的照我 我如果 我考試當下就 在之前都已經準備好 這三個都全部準備好了 考試當下也發揮了幽默感 我拿到的作文成績 如果我實態真的都沒有錯的話 應該是都沒有錯啦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我的作文成績是18.5分 呃 滿分是20分 18.5分應該夠了啦 應該夠了 如果你想要再更高的話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一定超級多人比我更高了 你可以看看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見解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講到這邊 今天時間有點拖道了 時間有點長 那希望呢大家可以 滿載而歸 因為你們真的快要考試了 那你要記得喔 其實學測 第一階段過了之後 還有很多第二階段要準備的東西喔 OK 你近期就要開始慢慢準備了 不然到那個時候 可能會有點開始手足無錯 你要開始問你的學長姐 問你輔導師的老師 問你大概可能的 你的性向是哪裡 你想要往哪裡走的方向 到時候你在填那六個字願的時候 應該是六個吧 那六個字願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 你自己要填什麼 而不會很驚慌 覺得時間不夠啊 好 現在慢慢做 總比到時候很急著做 還要來得好 不要到最後後悔就好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囉 拜拜我是 Austin